三美兰芙蓉两名少女在这个月三号离开家之后 从此音讯全无 至今已经长达17天 心急如焚的两家人今天召开记者会 希望社会大众帮忙找人 因为其中一名少女打电话回家报平安时 语气流露出不安的感觉 两名失踪少女45岁的陈怡轩和14岁的陈家慧 在补习班认识的两人在这个月三号一同消失 陈家慧审生杨宝英透露 陈家慧当天声称要到学校练舞 朋友父亲会负责接送 但没想到她一出门就毫无音讯 虽然陈家在第二和第三天都收到陈家慧的联系 但一些蛛丝马迹让陈家担心女儿并不安全 至于另一名失踪少女陈怡轩的父亲陈伟强说 爱女失踪当天是向婆婆说要到学校拿考试表格 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家 不知道她要去跑街那些 不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不知道她要去看她吗 不知道的 这些东西不知道 只是她不见了 她上网那些我们才知道 你到底在看你 未来可以吗 我真的要想要 两名少女亲人指出 陈怡轩和陈家慧不像是会离家出走的孩子 当天出门也没带行李或大量现金 如今生死未捕 让两名少女的奶奶泪洒记者会 陈怡轩和陈怡轩 陪同召开记者会的行动党亚沙区国会议员 谢齐轻指出 曾有神秘人在8号透过WhatsApp 转送两名少女的照片和多个录音档 但由于录音语速非常快 因此听不清楚内容 少女家人已经报警求助 知情民众也可以打电话提供情报 八度空间张雨萱 森美兰芙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